中国女篮在历史上曾经有着非常辉煌的战绩,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也是相当过硬,一度拿到过92年奥运会的亚军和94年世锦赛的亚军, 而在那之后国家队又涌现出了苗栗杰和陈南这样的中流砥柱,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中国女篮历史上的五大核心球员,宋小波带队拿下世锦赛,第三宋小波出生于篮球世家,是一名非常全面的女运动员,在场上运球过人非常犀利,还有一手精准的跳投,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篮坛的风云人物, 在1983年女篮施锦赛上,宋小波帮助女篮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,同时在两年后的亚洲锦标赛上,宋小波在对阵朝鲜队和日本队的比赛中力挽狂澜,一人砍下35分率队夺冠, 但因为长期受到伤病的折磨,26岁的宋小波就选择退役,开启了自己的教练生涯,在1999年宋小波,被评为了中国篮球运动员五十节之一,美女球员随飞飞随飞飞飞,可以说是中国女篮历史上最好的前锋之一,有着极强的造杀伤和防守反击能力, 在2003年与姚明一起入选中国篮球的最佳阵容,同时她也是中国女篮历史上出了名的美女运动员,在3月4日,4月5日连续两个赛季拿到WCBA总冠军,2004年雅典奥运会荣因中国女篮的队内得分亡后,2005年2月随飞飞与萨克拉门托军主队签约,成为了第二名登陆WNBA的中国女球员, 中流砥柱陈南陈南可以说是郑海霞之后,中国女篮最出色的中锋,篮下技术扎实,还有一手稳定的半截篮,再加上是左撇子,很多球迷也亲切地趁她为女王致志,在2001年东亚运动会中国与日本的比赛中,陈南一战成名一人独坎51分, 还有2010广州亚运会上,小组赛面对韩国独得29分,在决赛中再次与韩国相遇,陈南最后时刻打进2加1,率队夺冠,苗栗杰夺得WNBA总冠军苗栗杰,是个人能力极强的一名球员, 尤其是在WCBA的赛场上所向披靡,在一对一的较量中,几乎没有人能防住她,这也让她收获了女科比的称号,同时她还在2005年3月正式登陆WNBA,并随队获得冠军,苗栗杰也是中国女篮历史上唯一一类集WNBA总冠军,WCBA总冠军,亚运会冠军和亚锦赛冠军与一身的球员, 整个WCBA生涯得分超过6000分,领先第二名的陈南多达2000多分,在国家队层面,苗栗杰率队获得北京奥运会 第四,可以说苗栗杰就是中国女篮复兴路上的标志性人物,巨无霸震海霞 郑海霞是中国篮球历史上的霸王花,由于身高上的优势,在篮下有着强大的攻击力,她也是中国篮球历史上 第一位打进WNBA的球员,同时还带领中国女篮在奥运会,世锦赛两夺银牌,一度被公认为是世界第一中锋,而她在中,国篮球界的地位也绝对不亚于姚明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